走路滑手机竟然走着走着 皮包被抢走了 一名无业的王姓男子 10号在台中市南区 美村南路骑着脏车 抢夺在马路上滑手机的女子 借由对方专心在手机上面 她由后方抢走了背包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昨天晚上 已经将王姓男子逮捕 今天依抢夺和窃盗罪嫌移送法办 习惯走在街上边走路边滑手机的低头族 可要小心了 台中市一名女子 10号一边走在美村南路上 一边低头滑着手机 这时一名机车骑士 从旁边呼啸而过 一把抢走她的背包 女子吓得不知所措 6000元的现金和包包 瞬间不翼而飞 在步行的时候 会注意自己自身的财物 比如说像 我要在马路上走的时候滑手机 或者是说将背包 侧背在靠近马路这一侧的位置上 然后这些不注意自身财物的对象 往往就是她下手 这名无业王姓歹徒住处在北部 特地跑到台中市来犯案 骑着脏车专抢路边低头族的包包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 16号晚间在新北市逮捕王姓男子 17号依抢夺和窃盗罪嫌 将她依送法办 警方提醒路边低头族 以及将包包侧背的民众 容易成为歹徒犯案的对象 民众走在路上 应该更加注意自身安全 联合报由这身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